女人拿刀又与阿信同归于尽 阿信准备询问其原因 仔细看清楚之后 原来是认识的人仙子 当阿信正准备与这好好交谈时 警察却在这时带走了她 原来之前的填藏家很受仙子的父母亲照顾 仙子的丈夫是他们家的上门女婿 因为好赌把他们的家里败光 然后才走到如今卖地的地步 就是因为为人私自买了他们家的地 仙子才跑来大闹一场 阿信气反而则真忘了负义 并让为人另找土地再开心殿 但为人却觉得母亲太过仁慈 做生意本来就是这样 那么只是花钱买地而已 就这样母子两一丝吵得不可海角 夜里阿信更仔细盘算了一下家底 她还为小说留下了以后 让她衣食无忧的股票 但连开两家分店是需要很大资金的 卖低价贷款才能勉强足够 但如果开了分店就不够给西平建谣 小说建议母亲把留给自己的钱 就让给西平创业好了 但阿信却不肯这样做 突然间阿信想到了一个两全的好办法 她既要开分店 也要让西平自立门户 隔天 拿新面报纸西平的作品拜访了豪太 那豪太听了阿信说家带的儿子西平 见姚有难处时 并二话不说答应了给予金元 田舱家的第二家 第三家连锁店开始动土了 同一时间还有西平的姚长 也在兴险当中 阿信又投入了她所有的财产 向未来继续发起了挑战 这一年的秋天 田舱超市的二号店和三号店相继开业 疑似开两家分店 注明田舱家的实力雄厚 幸运也不错 第一天开业就挤满了人潮 这完全在维仁和陈泽的预料之中 三天的开幕特价活动总算是结束了 成绩也是相当的不错 而维仁还想着继续开第四家分店 儿子这种做法让阿信开始担忧 如果再持续这样下去 他们的超市也会因为自信周转不足 然后再全部倒闭时必然 隔天 阿信便去探望了百合 因为明天就是他们搬新家的日子 百合看着母亲的到来非常高兴 并激动地向母亲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母亲的帮助 细平也不会自来门户 与细平一家吃过晚饭后 阿信和小树开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讨论着细平搬新家的事情 但刚一到家 他们却得知百合出车祸的消息 两个小时前还跟百合吃过晚饭 怎么一会儿时间就发生这种事情 阿信坐在车上像多了魂一百 但两人赶到医院时 百合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西平将百合带回了他们的新家 好不容易要过好日子了 百合却离开人世 西平抱着百合 幸入了无尽的痛苦中 在阿信和小树离开之后 百合突然想到 新房子的厨房灯抛坏了 他要马上去买 他说过厨房是他们的城堡 是最重要的地方 他就对百合带着家雄出门的时候 却发生了车祸 西平说着说着 早已经泪流满面 隔天一大早 阿信便收拾好东西 准备去参加百合的葬礼 而伟人与盗子 也准备跟着一同前去 但阿信始终无憾忘记 为人对百合的无情 便继续不让他跟着前去 阿信不知不觉地 就把为人以前 对百合做过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这些话是不是会影响到 为人夫妇来的感情呢 这是阿信没有想到的事 到和42年的秋天 西平的太太百合 因为车祸过世 刚好是他们准备 搬新家的前一个晚上 她留下了4岁的独子家围 失去了母亲的家围 使所有来参加葬礼的亲友 都为之一句同情之类 阿信看着西平落寞的样子 再加上加雄不停闹脾气 她便决定把加雄 带回家照顾一阵子 好让西平能够专心工作 毕竟新姚刚开不久 为人家借了那么多钱 她也要想爸爸去还 就这样 阿信将加雄带回了家 没过多久 为人突然回家 她对母亲表示 妻子得知了自己 曾经与百合的关系 男人因此大吵一架 到此就带着孩子们回了娘家 阿信这才得知 因为自己无意中说的一些话 让夫妻俩不好过 第二天一大早 她被整理好一切后 准备出发明古屋 将盗子带回 对于为人跟盗子的家务时 阿信好像也很难袖手旁观 一想到做母亲的责任 永远的没完没了 就让阿信的心病得更加沉重 可想而知 阿信来到明古屋 就被亲家母大骂了一顿 并表示她会让自己的女儿 与为人离婚 她斥责阿信不懂一个 做母亲的责任 如果当初发现 自己的儿子与百合在一起 她就应该让她 娶了百合负责 为人跟盗子结婚 那肯定是有利可图 随后她又被骂起了丈夫 自己的丈夫 竟也为了自己的利益 将自己的女儿送入田仓家 这些话直接让仙草听不下去 她便当着阿信的面 扇了起自己眼光 仙草见女儿出来 便直接了当地说道 田仓家是靠自己的力量 才有今天的局面 这完全是亲家母 还有为人两个人 努力的结果 爸爸跟你 都没有尽过一点幸运 如果说你跟为人结婚 是被利用了 那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资格 回田仓家去 正当盗子心意一决 准备进屋选择 跟为人离婚时 阿信还是放下身段 承心与盗子道歉 尽管受到信家母 伤人心的话 阿信还是选择忍让 毕竟是自己儿子不对 直到盗子看见孩子们出来 要跟奶奶回家时 她突然间心软了 盗子还是跟着阿信 回到了家 昭和42年年底 百合做完七七之后不久 西平的工作室 即将举行 简单的落成仪式 而就在阿信与小初 为西平准备一些红豆饭时 盗子半夜又突然来到了田仓家 还在阿信诉说着内心的痛苦 并以为丈夫每天晚归 势必在外面有了女人 而阿信也没有办法 她只能劝说盗子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并表示等为人回来 自己一定会好好说她 盗子刚走不久 为人便满身酒气的回到了家 原来即使为人有家里的钥匙 也被盗子反锁在了门外 而且她受不了自己 每天进行尽力的为家里赚钱 回家还要看老婆脸色 突然之间 文一直觉得只要自己有钱了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反倒是有钱了 她现在却失去了 其他珍贵的东西 如果不是自己跌倒了 知道痛了 怎么会了解这一些事情 也算是给她个教训 昭和42年年底 又到了过年的时候 自百合离世后还不满一年 阿信便想着 把西平和小初 凑成一对过日子 毕竟两人性格方面都挺适合 而且小初一直到现在 都是为了这个家 就当小初托付给西平 也就放心了 夜里 阿信又跟小初谈起了此事 但这也让小初吓了一跳 但既然母亲说起 但她也只能等着西平来和自己谈谈 隔天 西平面找到了小初 准备与她面对妹交谈 小初明白母亲的心意 也明白西平有多宣爱这百合 所以经过两人的商量后 他们还是决定把感情 继续停留在姐弟关系 两人谈好后 西平面跟母亲道歉 阿信瞬间明白了两人的意思 她觉得外表开朗的小初 真是太过可怜 原来她是想替小初着想 可没想到却伤害了她 此刻的阿信感到既后悔又难过 昭和43年正月 回到田仓家过年的西平 想把托付给母亲和小初 照顾的家雄带走 怕孩子哭闹 西平便趁着孩子睡着 决定偷偷带儿子回家 家雄刚刚离开 小初便不舍地 趴在家雄掉过的被子上 失声痛哭 这个孩子打小就跟自己投缘 孩子突然离开 使小初的心里变得空空唠唠 一个月后 阿信因为怕西平照顾不过来孩子 并来到了西平的窑场探望 见家雄已经完全是能 跟父亲一起生活 并就此放心下来 这一年的二月 西平开始烧起了自己的窑 她的作品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西平也成功地踏出了 陶一家的第一步 头一年 田仓家的四号店 五号店已经陆续开张 田仓超市出现了惊人的成长 但这就让阿信感到害怕起来 因为他又看到 为人像着陆磨一般 拼命向外扩充 这让阿信感到了不安 为人着急地扩大营业 在六号店开张过后 虽然营业额快速窜手 但他却没有想到 自己的家庭 早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婚姻从妻子口中得知 儿子小刚半夜没回家 竟被带去警察局管束 询问后才得知 他是因为不想回家 才用母亲的钱 留了两个朋友去民谷 打电玩被抓 他不想回家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不想再看见爸妈争吵 阿信虽然担心 但也不好多说什么 因为现在与他那个年代 教育孩子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婚姻让母亲不用担心 他自己会和妻子 好好处理家庭问题 经过夫妻俩的营业生谈之后 他们想把现在的房子卖了 然后在郊外 再盖一种大一点的房子 然后再把母亲接过去同住 经过阿信的一番思量之后 他还是决定搬过去 为人夫妇住在一起 他不想再耽误小厨一辈子 他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理想 阿信也不想让小厨跟着自己 再跑去为人家当佣人 如果以后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在这个家也就没有人在护着小厨了 所以阿信想着必须让小厨独立出去 这样他才能安心 小厨虽然坚决一辈子守护在田舱家 但为了让母亲对自己放心 他决定要独立创业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毛线行 几天后 小厨便找到了一间适合自己的店 阿信很高兴 虽然不知道未来的发展如何 但细平跟小厨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还使阿信感到特别的安心 但是这样一来 田舱家也将要面临新的转变 这让阿信的心中又充满了感慨 小厨看上了店面 阿信决定让田舱家帮忙负担 这让小厨非常感动 因为直接赠予要扣很多的税 为人想着以小厨姐的名义贷款 然后他们帮忙还 但小厨却认为 自己店里的贷款 得应让自己来还 不用了 只要店能够开起来 我可以自己还 店里的利润应该足够还贷款了 为了避免让田舱家有所负担 小厨拿出了自己在田舱超市 帮忙的补贴金交给为人 里面的钱也应该足够利用在自己的毛线行 但为人却坚持不打算动用了小厨的存款 并表示他们不会因为这些小钱 就用田舱商店逃命 小厨的店面马上就要装修好了 为人和西平都先来祝贺 当小厨出门订东西时 为人便私下向母亲和西平谈仇 自己之所以帮助小厨 是因为他对田舱家全心全意的付出 认为自己有照顾他的责任 阿信听的这些话非常感动 只要儿子们明白这些就好 以后他走了也可以安心 昭和43年年底 阿信结束了长久以来 跟小厨相应为命的生活 并搬进了为人刚盖好的新家 他跟为人夫妇还有孙子们住在了一起 小厨也在城里开了一家手工艺点自食其力 他们两人又各自开始了不同的人生 为人也打算将西平的作品放在超市 帮忙宣传出售 不仅如此 他要让西平成为人人所持的艺术家 他也希望小厨不只是卖卖毛线 并还让小厨成为一流供应家 他要好好为家里人利用田舱超市的场地 并用他们的事业做出有用的贡献 昭和43年田舱超市6号店开张 这一年年底 为人为阿信盖的新居落成 他的事业也达到了巅峰 尽管阿信对于为人的自信抱有怀疑的态度 但为人强势的吸引手段确实是成功了 昭和57年的夏天 田舱超市成为在系内拥有16家店的重要企业 而这一天也正是阿信81岁的时候 阿信的子子孙孙全部到期 为他庆祝着生日 为人在母亲生日当天 决定送给他一项特别的生日礼物 那就是田舱家即将建立自己开店以来 规模最大的第17家分店 他也对母亲分享了 自己在这期间的交涉过程 是多么的艰辛困难 看到阿信看见第17家分店 是要建立在并幕食品的旁边时 这让他顺感不妙 那不是浩泰的食品店吗 如果在那边开了超市 那他们的店铺生意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甚至倒闭 为人还在一旁兴奋地计划着第17家店的发展方向 而阿信就在一旁伯人大弄起来 为人 第17家店 还是另外找地方吧 妈 你不能够指挥我 现在我才是总经理 妈 你只是副总经理 昭和57年的夏天 为人准备投入身上的所有资金 建立自开店以来规模最大的第17家分店 而且他还看上了并幕食品店的土地 准备将其店面收购 谁知道并不成功 阿信就为人这次看上浩泰的店面 感到相当的不良解 经过仔细考虑后 阿信还是决定告诉为人 浩泰先生对于自己 其田仓家的恩惠 并希望他不要恩将仇报 交情归交情 生意归生意 不弄清楚的话 自己会被牵连的 儿子说的这些人凉透心的话 让阿信感到了可怕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儿子竟然变得如此利益献心 阿信又忍不住伤了儿子一耳光 即使如此 隔天为人还是不顾母亲的反对 坚持召开了记者会 并公开了田仓家 要开第十七家大型超市的消息 阿信看着报纸上刊登的消息 感到心绪不宁 这一天 他决定去拜访浩泰 他除了跟浩泰道歉以外 已经没有其他的话可说 但能够了解他心情的 现在也只有浩泰一个人了 浩泰明白阿信的立场为难 便特地安慰他 别在意孩子们的事情 从这一天开始 阿信面不再顾问电影的事情 他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为人 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家里 昭和58年3月 田仓家的第十七家分店终于落成 排章的日子也即将来临 这一天 阿信突然接到了话台的一通电话 朱友急事商谈 这安阿信的心中 突然又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阿信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电话竟会关系着 整个田仓家的命令 阿信与浩泰见面后 并听闻浩泰的儿子 为了抵抗田仓超市 他们联合火车站附近的其他商户 打算集体将土地 转卖给另一家搭建超市 但最终决定权 还是在浩泰手中 阿信没想到的是 现在他们田仓超市的局面 竟与当初完全相反 反倒是他们遇上危机 但没有关系 他让浩泰完全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好 要怪就怪为人 当初不接受自己的意见 既然遇到危机 那也是他自作自受 他反正是过关了苦日子 为人现在还年轻 跌倒了再爬起来就好 这一次也当是给孩子们 有生意的教训好了 明天就是田仓超市 第17家电开章的时候 为人在客厅 与所有重要的人员庆祝 但阿信去把自己 关在房间没有出去 吕浩泰谈过之后 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郁闷 而为人还不知道的是 他将面临一次破产的危机 阿信决定让为人 独自去面对这次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理应自己承受 第二天一大早 阿信便悄悄地 一个人出去旅行了 谁也不知道阿信 会在新开章的这一天 离家出走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有家雄的陪伴 阿信才顺利前去山行 东京 左鹤 一室 回一过吧 一个月的事情很快过去 阿信原以为一个月后 也该到了田仓家败落的时候了 但万万没想到 当自己回家时 竟没有一丝变化 为人见母亲回家一场激动 他祈求母亲能去 与丁木先生 谈谈土地上渡的问题 这样田仓超市也就有救了 原来自己出门旅游后 后太并没有 与那家大型超市 签署土地让渡合同 盗子因为婆婆出门 不管儿女的死活 还让他背负着 对婆婆不好 才让他离家出走的骂名 而气愤不已 他便天天与为人闹个不停 所以阿信这次回家 盗子并没有给婆婆好脸色 原以为出门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阿信 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离家 并没有给田仓家带来任何好处 反而还是需要 自己再度出面 和后太谈论土地让渡之时 最后阿信还是下定决心 让郝太不用在乎自己 了当地让大型超市 进驻到一世 这一年的年底 那家大型超市 在镇上的车站前 盛大开业了 他们的宣传之大 那是田仓家根本离不了的 而阿信也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 为人他们能够顺利度过这次难关 在阿信跟为人开设 田仓超市一号店的三十年后 因为为人的强势作风 跟阿信的努力 忠实了原本的一家小店 到现在拥有十六家店 昭和五十八年的春田 他们甚至还开了规模 像百货公司一样的 第十七家分店 可惜因为同一个镇上 出现了大型的百货公司 抢走了田仓超市的顾客 为人将以前赚来的钱 统统投入到 第十七家分店的结果 使得田仓家 遭受了重大的打击 周园昭和五十九年的新年 他们也在沉重一气氛中度过 本以为第十七家分店 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收入 但因为有其他大型百货公司的介入 现在的第十七家店 基本没有收入可言 即便还有另外十六家店的收入 都支撑不了第十七家店 在银行的利息 阿信建议为人 趁早放弃第十七家分店 如果还不了银行的钱 他们的声誉也将下降 如果贷不了款 资金就会不流通 那么他们也只能宣告破产 而阿信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一旁不断鼓励儿子 也曾经穷得一瓶如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妈都站起来了 你们这才是第一次尝到苦头 一定要振作 盗子知道田仓家将面临破产危机 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 他也受够了为人只顾自己生意 不顾及家庭和自己的感受 阿信听闻两人要在这个时候离婚 便斥责为人 现在正是田仓家要携手度过难关的时候 即便让他下规道歉 也要让他把盗子留下 你老把自个儿的事摆在底 对老婆不闻不问 真是糟糕 夜里小处和细萍知道田仓家有难 便带着各自的房子权壮交给盗子 并希望他能运用这些房子周转资金 和为人一起携手努力下去 不料盗子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两人 并表示自己已经心灵了 他早已做好了要跟为人离婚的准备 盗子正打算带着女儿们独立生活时 却得知孩子们先都想留在父亲身边 为家里献一份力的想法 此时的为人因为听了母亲的教导 回到了家中 他放下身段向妻子道歉 并还说出了他想要挽留彼此的婚姻 我不想就这样结束我们的关系 再试试看 给我一个机会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这么说 经过两人对彼此坦诚的互足终长之后 为人夫妇最终还是决定 要一起携手共渡以后的难关 田仓家一路走来 运用于是汽价超市 也成了汽内无人不知的重要企业 也因为为人着急想要扩大田仓超市的心 他们也将要面临一次即将破产的慰藉 小处间盗子不肯收自己与细萍的房产 他们带着他们两人的房产亲自交给为人 但是为人却执意不肯收下 马上就要盘点了 我们夫妇两个再怎么苦都无所谓 可是妈的年纪大了 我们应该让她好好的度过余生 小处不清楚田仓家的经济状况 但是他知道为人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他似乎已经觉悟到田仓企业的毁灭即将就在眼前 但是为人却表现出意外的平静 他已经做好了要迎接所有的挑战 这样的为人要小处放心了很多 为人终于发现了是自己的问题 才导致田仓家沦落至死 他跟母亲道歉也跟全家人道歉 阿新看着儿子的觉悟并没有责怪 反倒是非常高兴 田仓一家就做好了田仓姐要破产的心理准备 经过这一次的危机 也让田仓一家抱得更紧 这也是阿新没想到的 佳雄因为跟奶奶旅行一趟 听了奶奶的所有故事后 他也就此在心中定下了决心 既然自己的父亲没有做到的事情 那他就要担起重建家河屋的责任 阿新听后非常感动 即使自己现在去见了家带小姐 他也无憾了 这一天浩泰打了电话 又将阿新约了出去 因为担心他想亲自问问天堂在现在的情况 当他看着阿新轻描干写的诉说这一切事 这样反倒刺痛了浩泰的心 他们两个生活在同样的时代 相爱却不能结合 最后就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对于浩泰来说 阿新是一位超越了爱情的朋友 而看到阿新的不幸 浩泰自己也像受了伤一般 使他觉得痛苦极了 盗子看着母亲很晚没有回家 便招心地打着电话 倒数询问母亲的下落 直到阿新出现在门口 他也就此放下心来 盗子跟孙子们这一次这么关心阿新 使得阿新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但是好不容易一家人和母相处的日赛 过了没多久 阿新又要跟盗子以及孙子们分开了 一月底 为人家的家外的房子 抵押贷款 开了第十七家超市 因为超市经营不善 没有能力偿还债务 他们的房子也即将被收回 一家人便匆匆忙忙地收拾起行李 准备搬家 和阿新也要搬到小处的毛信行 与新一起生活 因为要离开这栋住了三十年的房子 盗子为此准备了一大桌子好菜 准备为大家送别 所有人也都前来帮忙 也就在大家准备这一切时 浩泰就在这时登门拜访 他来这里的原因就是想告诉为人 如果他们是因为第十七家分店要面临破产 那么他已经为他们找好了买家接手 就看为人愿不愿意卖 他们也愿意接受 偿还第十七家分店的所有贷款 想要接受他们分店的 正是那家大型百货超市 他们想把田仓超市 改成自己的姊妹店 如果你们放弃了这家店 所有的债务都可以还清了 对不对 这件事情呢 我可以带你们出面 浩泰带来的这个消息 无疑是可以让田仓家起死回生 这让阿新各位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好 全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也都兴奋不利 他们最终坐在一起 感慨人生 一种东西在你早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或者说是已经绝望的时候 他却又再次回到了你的身边 那一种开心 是比你第一次拥有他的时候 来得更加珍贵 由于浩泰的帮忙 使得田仓家第十七号店 顺利的卖给了超市集团 三月初他们的交易也顺利完成 田仓家准备整顿其他的十六家店 重新开始出发 阿新云浩泰搀扶着走过 以往走过无数次的海边 这里竟已如此不同 经过时代的变迁 这里也就只剩下两人了 他们如亲人似朋友 又如相濡以沫的爱人 以后的路 他们也会依旧相反东西 看你们两个升起这么的硬朗 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 祝福你们 我来自偶然 像一颗尘土 有谁看出我的脆弱 我来自何方 我尽归何处 谁在下一刻 呼唤我 天地虽宽 这条路却难走 我看遍着人间 我看遍着人间 看何辛苦 我还有多少爱 我还有多少泪 要藏天知道 我不认输 感恩的心 永远显有你 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 永远显命运